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材料 同学们都会想到什么呢 材料 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材料是一种物质 等等 那么材料 它的内涵是什么 概念是什么呢 材料是指人类社会接受并能经济地制造有用的物质 那么材料成为科学呢 就是要研究材料的成分 组织结构 制备工艺 加工工艺 材料的性能与材料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 材料的品种繁多 那么怎么分类呢 是按照用土来取分 它分为两大类 一是结构材料 二是功能材料 结构材料是以强度 刚度 韧性 硬度 疲劳强度等 力学性能为特征的材料 比方说 车身 桥梁 风扇的叶片 等等 这都属于结构材料的范畴 功能材料是以收光 电磁 热等物理性能为特征的材料 比方说 有发光材料 电磁材料 内热材料 等等 按照结合件的性质来去分 分为金属材料 陶瓷材料 高分子材料 那么金属材料 大家知道它的结合件是什么呢 金属件 陶瓷材料是离子件 高分子材料是分子件 那么符合材料的就是有 金属材料 陶瓷材料 高分子材料 这其中两种以上符合而成的材料 就是符合材料 也就是说 就像我们这个示意图 所示意的那样金属 陶瓷高分子 陶瓷材料 也有人说 材料是使用的多少 代表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我不知道同学们赞同这种观点吗 为什么 这个呢 不要同学们急于得出答案 等我这一讲结束之后 大家都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 我主要给大家讲说 材料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支柱 和材料是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源泉 那么为什么 材料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支柱呢 首先是材料的应用 划分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的进程的划分的依据 主要是根据所使用的 或占主导地位的材料来去划分的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公元前十万年的石器时代 公元前三千年的青铜纪时代 公元前一千年的铁器时代 公元零年的水泥时代 1800年的钢铁时代 1950年的硅时代 和1990年的新材料时代 那么这些时代 都是以材料的名字来命名的 你比方说 石器 厚木铁大钉 还有凹形的铁厨 都是石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的典型的代表 公元零年的水泥时代 2000年之前才发现了有水泥 经过2000年这样的历史的发展的进程 由天然的水泥 到现在的人工制造的水泥 性能越来越高 也就水泥的牌号也越来越高 咱们国家是1889年 在唐山建造的第一座水泥厂 现在的水泥 大家知道应用的非常的广泛 比方说像大坝和核电站 还有咱们的高层建筑都离不开水泥 1800年的钢铁时代 那么钢铁最早起源于英国 是在19世纪70年代 那么在1875年 全世界的钢产量只有190万吨 去年世界的钢产量都达到15.27亿吨 中国的产量去年是6.96亿吨 占全世界的45.5% 基本上是占一半了 所以说中国是钢铁的世界大国 但是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强国 有些高性能的钢铁还需要依赖于进口 1950年的硅时代 这个就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1950年 制造出第一支硅晶体管 过两年又用直拉法培育出硅单晶 这些研制成功 能为目前咱们多金龟的生产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去年咱们多金龟的产量达到20.1万吨 这个多金龟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太阳能手机电脑等等 还有医疗器件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990年的新材料时代 这个是在座的大家都能见证这个时代 新材料的作为高新技术的基础和先导 又用范围极其的广泛 它与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一起成为21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目前的新材料的按照应用的领域和研究的热点 把它分为以下的主要的领域 电子信息材料 新能源材料 纳米材料 先进的复合材料 先进的陶瓷材料 生态的环境材料 新型功能材料 智能材料 新型建筑材料等等 下面这几个图呢 都是一些新材料的样品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材料的应用 导致了城市的建立 大家知道城市 是世界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经济落后时期的银务 到商品流通的贸易市场 逐步发展目前固定的城镇 最终建立起现代的大中小城市 这些材料呢 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左下图 这个是郑州东区CVD的一个全貌 那么十年前还是一片田园 现在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右下图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图 芝加哥是世界上建筑种类最为繁多 一般搞建筑师啊 就是建筑大师 都要去到芝加哥看看 所以说这些形状特异的 这种建筑物的出现 逆不开我们的新材料 逆不开我们的建筑材料 在城市化进程中 材料起到了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在建筑物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专屋寡 包括街道上的石土 城市交通工具 及物品等等 都离不开材料 左下图 这个我是去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 拍了一个照片 因为香港是世界上 这个高楼最密集的一个城市 现在的高楼大厦非常的多 那么需要建筑材料 就需要高墙 然后轻制 而不是像一般的混泥土 钢筋混泥土这样堆积而成的 现在你看 左下图都是一个圆环形的 中间是建筑材料 外圈还有一个环形的钢筋 这样的建筑材料 它做了这个支柱 就能支柱的越高 也能用建筑的 一百层以上的这种高层建筑 这也只是一种 正在开发的一种新的建筑材料 更值得提的是 材料的本身可以直接导致城市的建立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材料就有这个城市 没有这个材料就没有这个城市 你比方说美国钢城叫蒂特利 它是先起源于钢铁 后来又钢铁发展的汽车 飞机这样的一个城市 所以一说蒂特利就是钢城 中国也有这样的城市 你比方说是金昌市 就是涅都 中国的涅都 那么这就是因为有这个材料的开发 然后导致建立了这个城市 所以说材料的本身 可以直接导致城市的建立 第三个方面 材料的应用 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家回顾一下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 从原始社会的手链 刀跟活动 到封建社会的庄园经济 和后来的小农经济 直到近代的工业经济 世界经济舞台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局中 材料起了关键的作用 举几个例子 重大的技术革新 往往就起源于材料的个性 从世界科学发展史来看 没有先进的材料 就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现代化的工业 比方说 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出现的 越级高温合金 将材料使用温度 由原来的七百度 提高到九百度 从而导致了抽烟 速度的飞机的问世 而高温陶瓷的发明 促进了表面温度 高达一千度的 航天飞机的发展 反过来呢 新进技术的发展 你比方说原子能 计算机 集成电路 航天航空 这些领域 又促进了新材料的研制 目前已涌现出 各种各样的新材料 一直是我们 把这些时代都称之为 经历的陶瓷时代 浮合材料时代 缩料时代等等 材料呢 与经济的关系 也是非常密切的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硅材料 硅半导体 是工业大厦的装瓦水泥 也就是说 半导体工业 2010年全球的销售额是 3000亿美元 这个新材料的发展呢 对GDP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应用范围呢 也非常广 从助听器 到摇杆技术 到通讯 文化遇落 等等 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材料 也是七大新型产业的先锋和基石 这一点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七大新型的产业 是哪七大呢 是节能环保 生物产业 新型信息产业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制造业 七大新型的产业 那么材料呢 是他们的基础 我国的新材料的发展情况是 目前的产值 占GDP的30%左右 预期呢 2015年 总产值达到2万亿元 年均增长率超过25% 也是一个高成长的一个产业 你看新材料和这些相关的行业都发生的密切的关系 对于这些七大的产业又有一个很大的促进的作用 以上 大家可以可知 材料信息能源 是人类文明的三大支柱 其中材料是物质的基础 没有基础材料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机械工业 也就不可能给其他工业提供的装备 没有钢铁材料就不可能有铁路 美国呢也就不可能去开发西部 英国呢也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没有高分子材料 就不可能有目前的电视等家用电器 也不可能有目前的轻工业 没有新型的材料 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文明和经济的发展 所以说材料在社会当中发挥的主导的作用 下面介绍的是 为什么材料是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源泉 人类的幸福生活不外乎来自于交通啊 衣食住行啊 健康啊 等等这些方面 那么首先呢 就一个交通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一些这个方便 也就是说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得到提高 例如说 美合金的电动自行车 还有权力的轿车 空中客车 还有悬浮列车 这些高效轻便的交通工具 给大家能够带来方便 你比方说我要去到美国去 去进行合作研究 那么我就要从 如果从轿车去 那我可能就很难实现 我只有必须坐飞机去 这些现代化的工具 是我才能达到我的目标 达到目标了 人最幸福的时候 所以说交通工具呢 会给人们的生活 幸福指数再来提高 那么比方说 这个美合金电动车 它可以做成折叠的 那么你要旅行 开汽车去 折叠的自行车放在后备箱里面 如果没有路了 田间小路 我开车不方便 我就可以骑这种折叠的 美合金的这种自行车 去寻找美景 去欣赏咱们祖国的江山 例如说悬浮列车 甚至咱们国家也是 在世界上第一条 在上海建立的悬浮列车 你要到普通机场 也就十几分钟就到了 你要坐出租车 可能在一个小时才能到 这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在一个住宅建筑 给人类带来的幸福生活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因为大家有一半的时间 就要在住宅来去休息 好的环境 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好的睡眠 那么温馨的环境 就要具有咱们的住房来去提供 那么住房呢 这里面都要有一个恒温恒湿来去保证 例如说这种太阳能 给每一个房间提供能源 还有这些友好的环保材料 能够是灰尘很少 有了这种砖能够吸尘 而且吸阴 所以不受外界对它的影响 还有一种这个混凝土 还是透明的 就是说透明的混凝土 这些都是说新型的材料 在建筑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施展 给人们的居住 带来一些很适宜的一个环境 另外运动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的生活 比方说 在2008年在北京召开奥运会 如果获得了冠军 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 那么除了这个人本身来需要进行刻骨的训练之外 运动器材也是非常关键的 左上图这个鞋就是刘翔跑110米跨栏所使用的鞋 他这个鞋所使用的材料就是锯胺脂 这种弹性非常的好 这号称是红色的磨鞋 这个鞋也是一种新材料来去做了 包括这个游泳式的连体泳衣 用锯四伏乙锡来去做的 他这个就是说阻力小 能够给运动员创造更好的成绩 比方说称杆跳高所用的称杆 这个称杆就是碳纤维做了 碳纤维弹性也好 就能使运动员更好地发挥出他的水平 包括这个自行车也是用碳纤维做的 用很轻 使运动员能够发挥更好的成绩 包括乒乓球 它这是天然的原料来去加工的等等 这些就说明材料能够提供运动器械 使运动员能够发挥更高的水平 能够获得更好的名次 能够使他能带来一些幸福的生活 另外健康也给人类带来幸福生活 大家知道 很好的身体是最幸福的 如果你就遇到车祸 或者有遇到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话 那么肯定是不幸福的 那么材料就可以使他残疾人变成正常人 你比方说腿关节 这个受物材料 如果关节坏了 我就可以做成一个金属材料 再加上陶瓷材料 表面涂层来做成一个垮关节 这样制住之后 人的行走就照样能够行走 包括如果骨折了 那么你要想试试骨头很好的愈合 就需要用骨钉骨碗 骨钉骨碗就是用生物材料来去做的 那么现在也有可降解的 也有不可降解的 不可降解的 你还在需要全意识后 还需要二次手术 如果可以降解的 你就免去了二次手术 还有鲜管支架 你要是心脏有病的话 以前都要有些开胸做大手术 现在呢 你通过动脉来去支入鲜管支架 那么就把它解决了 那么鲜管支架也是存在着 可降解和不可降解 不可降解的人永远在里面 如果可降解的 一年之后它就会消失 这些新材料的不断的涌现 给这些生物材料 极其器杰带来了很好的市场 实际上现在生物材料 是所有材料附加值最高的 包括这个人工的瓣膜 这个都是可以用材料来去制造的 那么用上图 你看一个小白鼠 白鼠的身上长着一个耳朵 这个耳朵是一个就像一个人耳朵一样 它这个人耳朵就是用高分子材料来去做的 在这个做成耳朵形状 然后再把细胞在模型上进行培养 然后制住到这个老鼠身上 它就能够成活 可想而知 假说一个耳朵 人的耳朵没有了 如果把它制作人的身上 那不是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耳朵 右下图是一个非洲的一个残疾人的一个奥运会冠军 它在北京2008年残疾人奥运会上 100米200米400米300米三项世界冠军 它靠这个什么 你看它下面是双脚没有了 它是采用了碳纤维材料 做出一个弓形的代替脚 它还能跑出 100米能跑出10秒多 不到11秒的这样的速度 如果没有我们的碳纤维材料 它不可能实现 所以这就是材料是恢复好的一个健康 然后能提高咱们的幸福指数 新的材料也能够给未来带来美好的前景 那么未来也给咱们幸福生活 也带来了很好的憧憬 比方说石墨锡 这是改变了世界的新材料 那么石墨锡是一样同类型的铜纸材料 有石墨碳纳米管 这个石墨锡 这些结构 那么现在又发展一种单层的这种结构 它这种的 现在目前是世界上最薄的物质 也是世界上导电能力强 而且透明性好的一种物质 那么这种发明的 就是获得了2010年诺博物理奖 那么它也是力学强度最高的材料 大家知道钻石都很硬了 来去化玻璃 是吧 它比钻石还硬 它这种石墨锡材料 可以在液晶的显示 太阳能电池等领域 有独具的优势 在高灵敏度的传感器 和高性能的储能器件方面 也有很好的用途 现在一些韩国的一些公司 正在做这方面的开发 这样的话 它可以取代 生产出全碳的电路 应用于超级的计算机 和新型的纳米器件 也可能作为一种添加剂 能广泛的应用 一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 将来也有可能做成 太空的电梯的电缆线 也就是说从地面 直接从空中做太空电梯 到空中遨游 那是这就是未来 这就是新材料有可能实现 它这个石墨烯很贵 每克5000元 是黄金的十倍 举个例子 如果用一块 一平方米的石墨烯 做成一个吊床的话 可以承受一只猫的重量 而吊床本身 重量不足一毫克 也真的相当于猫的一根胡须 另外如果用一张 和食品保鲜膜一样薄的 石墨烯薄片 盖在一个杯子上 然后试图用一只铅笔 来去搓穿它 那么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头大象 站在这个铅笔上 才有可能给它刺破 另外说是说 这个强度也非常之高 这是韩国用石墨烯 将来做的透明的 iPad的手机 它这个工作眼里 也就是说 你看一层的PEC薄膜 一层的石墨烯 一层的保护性的导电层 再一合一层石墨烯 这样形成多层的 又是透明的 这样的一个手机 那么我进行给它施加力 那么我就可以进行打电话 可以进行操作 这就是石墨烯能够改变咱们的未来 这是去年 报道了一种灰幕 也就是最新的 也就是下一代的半导体材料 左边这个图就是灰幕材料的一个结构的示意图 石墨烯和灰幕在半导体行业将来可能占着很大的份额 那么这个是由瑞士的科学家来去开发出来的 它的化学成分就是二流化木 就是形成单分子层的材料来去制造成的半导体 它用来制造更小能效更高的电子芯片 在下一代的纳米级的这些电子设备当中 能会有很好的用度 这要比传统的硅材料 而富勒西就更有优势 它的两大优点 一个就是达到同样等效的时候 体积更小 另外一个能耗更低 就估计 这个灰幕制成晶体管 在待机的状态下 能耗的销量只是归 晶体管的十万分之一 你看这个能耗极低 这些新材料的产生 能够出生 经济的发展 资本的升值 对于石墨烯材料来说 没有人能想到 通过石墨烯这种概念 这种股票 能够在中国的A股市场 风生水起 只要能站上这个石墨烯这个概念的 这种公司 那个投资者的照单全收 这也就是显示出新材料的威力 同样对于灰烯材料来说 在国内并没有 实验室成功开发出这种半导体材料 但是呢 紫澳和陆路相关的这些公司 他这个股票也是上涨 就是说明大家是期待着新材料 对这些行业 对这些产业带来生机 带来未来 这是去年美国科学家 开发出来了一种世界上最轻的材料 它的材料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它这个放在铺公英上面 它也不会压坏它这个枕 铺公英大家都知道都很轻了 那么它放在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种材料的密度 只有每立方厘米0.9毫克 那么这种材料的密度 是现在目前是世界上最轻的 原来一直是占据世界上最轻的固体材料 是硅气凝胶 它的密度是每立方厘米1毫克 它比它还轻 为什么 它还是用的是金属材料 就是采用的结构是一个特异的 它这种结构是一种上格的结构 就类似于法国的阿芬贴塔 它这个构造是一样的 阿芬贴塔它这个构构也是形成中空的管子 这种中空的管子的直径 只有一根头发的千分之一 一般的一根头发是100个μ 千分之一就是0.1个μ 这样的一个管的直径 构造出这样的一个材料 那么这种材料就具有极高的能量的吸收能力 它可以制造隔热的装置 和一系列吸收声音 吸收振动 吸收冲击波的产品 将来也会给一些行业 一些设备 一些产品 带来很好的未来 好 通过这一讲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说明材料在人力文明进程中 起到了基础和支柱的作用 同时的 也回答了 给大家提的第二个问题 材料的使用的多少 是不是代表着一个国家 现代化的水平和文明的程度呢 大家现在能够不能够得到这个答案呢 我想大家肯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 人类文明的不断的提高 对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不断新材料的出现 又成为人类幸福生活新的源泉和保障 通过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最近新开发出来的新材料 展示了他们的美好的未来和前景 同时也加快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步伐 谢谢 感谢观看